我刚才讲到这个中共二十大 让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已经讲了要统一台湾 而且怎么样 不放弃使用武力 国民党居然 国民党的这个中央委员 居然还送贺电过去 人家中国官媒直接转刊 说他们的内容写着 在九二共事 反对台独基础上 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 哇 这些贺电 这个今年年底 如果要选举的 这个国民党的小鸡们 看到这一封 不知道敢不敢在造势现场 给他念出来 所以民进党的这个 王美会委员就讲了 国民党就是没有在管 我们台湾人的感受 玩两面手法 一边在台湾骗选票 一边在讨好共产党 国民党是在盘算 到底是什么 委员怎么看呢 我真的是看到国民党 在这个时间点 还发这样子的贺电过去 什么叫做这个时间点 就是中共的战机飞机 每天在台湾上面 飞断我们的农产水产 在世界甚至是阻绝 我们跟任何其他的单位 做往来 从民生的疫苗 一直到经济的合作 中国是在无所不用其极 打压我们 甚至是武力威嚇的现在 现在 他竟然是发这样的贺电 去恭贺他 并且配合他的说法 这个实在是让我们 跟刚刚那个柯文哲 跟蒋万安 在第一时间 在不适当的时间 会做的反应 真的是一模一样 他们果然是同一个脉络 同一个体系的 蓝营就是这样嘛 所以要么就不会反应 要么就是事情来了 危机来了 不会处理 不会应对 他们的养成 就是这样的状况 我们怎么敢放心 把国家交给他们呢 而且老实说 我这个看到 这样子的贺电的时候 不禁又想起了 另外一个国民党 刚刚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副主席 夏立言 去中国的那一段 一样是七月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国民党的副主席 不顾去中国 要隔离这么久 回来也要隔离 花这么多的时间 去到中国 为的是什么 还是一开始跟我们说 没有我都只是见台商 见学生 后来就被人家发现 你还是去见了高官嘛 那你去见了高官的时候 有没有跟人家抗议 说你们的军机 不要再来了 飞弹不要再对着我们了 好不好 结果完全不敢讲 只是在最后 新闻稿写了一段 就这样的一句话 可是现在回来 我那天看到报纸的时候 简直就惊呆了 那年轻人说惊呆了 我觉得彻底 可以描写我的反应 这个惊呆就是 夏立言竟然在 国民党的助选场合说 我是唯一一个 敢在中共面前说 抗议你们飞机 飞过来的人 我觉得这只能不能 可以不要脸到 这种程度 真的实在是 你带着国人的期盼 去到那边 那没有办法讲书 我们台湾人的心声 甚至是配合着对方 在做打压自己同胞的事情 这样子的政党 这样子的候选人 实在是不值得我们支持 大家如果看看乌克兰 在战事发生的时候 女人是站在后方 照护着大家 男人是从国外 回到自己的家园 拿起武器对抗敌人 入侵的敌人 而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有这样的队友 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大家实在是应该认清楚 这一次年底的选举 正是我们向国际表达 台湾人意志的重要时刻 你要投给哪一个政党 你要如何守护台湾 就是看大家的抉择 国民党是不是 真的贤口票太多 美美姐怎么看 刚才曹慧委员提到这一段 这个国民党怎么好意思说 自己有去中国抗议呢 那既然有抗议的话 为什么还要发一封贺电给人家 人家中国官媒 是把你们矮化成台湾地区 人是这样说的 美美姐 我这样讲 国民党一直有这种 所谓的优良传统 我近到这久 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 那时候制定 全世界都在踏法的时候 连战跟宋楚瑜抢头箱 蓝营不是吗 跑着去 然后甚至联合共产党 然后不是水果疏忠 一大堆的东西 来钳制民进党政府 然后今年下令延续了 那个时候刚刚是什么 裴洛西来 中国在我们外海贴了七块狗皮膏药 在那边演习 等于封锁台军演 结果你下令延续了 那现在还可以 大哩哩说 就只有你敢抗议 天啊 我们天天在抗议 国民党不敢抗议 他敢说我们又不敢听 不敢听 现在又来了 我讲实在话 共产党真的是看不起国民党 第一个 他说台湾地区的政党 所以你是指台湾地区的政党 那当然看不起啊 因为马银九干过总统 都说不是国与国嘛 他总统不干 他要去干区长嘛 所以 人家共产党看不起 第二大家有没有发现 共产党这一次 虽然他的文件文本里头 有讲到说九二共事一个中国原则 习近平的口头讲话没有耶 精简版没有耶 照道理说九二共事 系列一秒钟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精简掉 为什么 我就看你瀑布了 对不 没讲也没讲 没讲啊 你九二共事在台湾卖不动了嘛 大家都知道 九二共事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底下 就是一国两制嘛 香港方案那就是台湾方案嘛 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也不演了 我就直接 我也不讲九二共事了 对不对 我就给你国民党看扑扑 可是大家要注意 国民党说 拖面自干去也发贺电 这已经是非常让我们是觉得 人家已经都说 绝不排除 绝不承诺放弃无力犯台 这个是20年前江泽民 在报告里头说过 20年后又重出来了 其实这一次的语气 比19大的工作报告还要重 国民党继续发贺电 还不打紧 请注意看 共产党在里面要讲什么 他将来一定会加大 对台湾分化统战的力道 因为打台湾太难了 俄乌战争以后 起势更大 买台湾越来越不急 最好是怎么样 分化台湾 所以他要跟台湾各党派 各阶层 各领域人士来共同 来扩大来往交流 这干嘛 以融触统 触融嘛 融合嘛 然后呢 这里面 我相信他会介入我们的选举 这里面他会扩大在地协力者 这里面他会来找 他觉得将来最能够接棒他 来这个所谓港人 他讲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所以他会找什么 我跟各位说 他会找台湾 看起来本土的 本市的 这样想想想 你想也知道 来 宰哥要补充一下 我跟他说 刚刚要分析那个地方政府 他过去把三宗一群改做一带的省 一带是清明一带 然后一省是基睫的省 所以 什么地方政府 政府 地方参与这种 因为地方政府 会关闻我们的根本 所以 围空 我们11月26地平政治 就是决定台湾未来的 最重要的战争 所以 但你挺爱 恭喜我们台湾 五位 好 谢谢